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越多,欢迎来到不知道研究所 人,为什么会感到虚无? 本期我们把虚无感追究到这三个信念源头上 要排解虚无感,就必须先弄清楚它们在心理上的源头 虚无感有各种别的名字,它来自人内心深处对终极价值的不再相信 人类追寻的终极价值就那么几个 如果有人对它们失去了信心,就会陷入不同程度的虚无感 我们曾经用一整期视频讲生命价值的哲学 不过这个问题有时没那么哲学 当学习,工作并不能给自己带来进步,每天都是重复的 再过三年,五年,自己可能依然是老样子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有同学读过《城堡》这本书 土地测量员K因为工作所需,想尽办法希望进入城堡 但直到最后也未能如愿 K围着城堡团团转,因为那是他生活的目的,工作的目的 但K却始终无法理解城堡里究竟是什么 如今人们依然像K一样生活着 这个世界会强塞给你各种各样的生活目的 你可能并不喜欢为了高考而学习 不喜欢家长为你选专业 不喜欢公司安排给你的岗位 这种被迫的生活很容易令人失去主动寻求生活意义的能力 有时你必须去完成这些强加的目标 但是你要记住这种不喜欢 未来有朝一日,勇敢为自己的喜好做选择 我们要拒绝随波逐流的生活 一些老人还记得 30年前日本的经济泡沫是如何毁掉了一代随波逐流的日本人 飞速运转的经济给人们提出了各种要求 脑子聪不聪明,学习工作成绩好不好 有没有能力迅速完成任务 对公司有没有贡献 人们被这些要求催赶着生活 埋头奋斗了五年,十年 渐渐人到中年不再聪明 不再能迅速完成任务 就成了时代的炮灰 我们或许意识不到 真理不存在 这种虚无主义已经多么普遍 举个例子 大家觉得这是真理吗 几个月前 张文宏建议小孩子早上不许喝粥多吃牛奶鸡蛋时 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很显然的真理 却令一些人觉得这是对传统饮食习惯的背叛 如今希望讲述真相的人都要接受这种挑剔 互联网文化使得真理和客观越来越罕见 很难有什么事是绝对正确的 人们心目中的政治正确立场选择比真实更重要 我们可以用一些事实上不存在的好人好事 去宣传一项美德一种价值 哲学家保罗伯格西昂把这种时代精神状况称为对知识的恐惧 人们相信知识不是完全可观的 知识的背后依赖着特定的价值选择 这些价值选择的重要性 有时会盖过知识本身 争议也是爆发于价值选择上 如今在此起彼伏的争议生中 我们对真理越来越恐惧 越来越挑剔 在希腊神话中 托洛伊公主卡珊德拉被神赐予了预知真相的能力 作为代价 她讲出的真相任何人都不会相信 希望传达知识或真相的人们 简直像中了卡珊德拉诅咒 不被相信 不被信任 不过 令人庆幸的是 依然有可敬的人 在奋力抗争着 所以 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也是梁树明 晚年留下的一本访谈录的名字 但书里 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梁树明 毕竟不能预知未来的世界会怎样 他给我们的回答 是一种积极参与这个世界的生活态度 读懂了你会发现 书里的答案 是不舍众生 不住涅槃 或者说是 入世与出世 并行不备 说白了 同情与超越 不同的哲学家 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着这两个出世原则 这也就是说 第一 你要关心自己之外的事物 关心周遭的世界 第二 不要忘记思索一些终极的价值 这两条建议 其实来自哲学家 基兰 塞利亚的一本 劝成年人不要颓丧的书 重来 也好不过现在 所以 这也不是什么 胸怀世界的大道理 我们在成绩好不好 挣钱多不多的压力里 生活得太久 忘记了成绩和钱 仅仅是手段 我们对自己 对世界 具体有什么期待 去实现这些期待 才是快乐的来源 这样 你顺便就把未来 变得稍微好一点了 最后 如果你有某些 突然失去了信仰的时刻 欢迎在留言中 分享给我们 很可能所长 或者某些观众 也是你的病友